出席論壇 遲到快十分鐘 中共十四日對臺展開聯合力見2024B演習 總統一早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關於今天早上的演習 總統這邊也已經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針對中國軍力的威脅 以及行政院相關部會的這個因應 都有做出相當明確的這個指示 透明對愛違反國際法國安高層 十月七日就曾示警 預判無論總統雙十演說說什麼 中共就是會對臺演習 這個完全無視我政府釋出的善意 也無視臺灣人民對和平的渴望 中國應該正視中華民國臺灣存在的事實 並且尊重臺灣人民選擇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要再軍事挑釁破壞區域的和平穩定現況 政府願用最快速度說明要安定民心 對於這種不理性的挑釁行為 國防部要表達強烈的誠 已經依據國軍經常戰備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 派遣世界的兵力應對 用實際行動守護自由民主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國防部馬上釋出堅定守護 中英文字幕性戰影片 面對中共文攻武嚇 國國各單位動起來 中共東部戰區早上5點02分 宣布演習國防部一個小時內回應 海巡署更接力早上7點56分表示 掌握中共海警船團並開設應變中心 中共8點才宣布海警艦艇編隊環台 海巡署10點就發布 宜蘭艦監控中國海警船的照片 仔細看海巡拿著望遠鏡 逆著中共不讓他們越淚遲一步 中國海警14509 這裡是中華民國海巡組 華聯港也能看到海豐第二大隊的反艦飛彈部隊 架起雄塞飛彈機動車組 面對中共挑釁國軍全力應對 TVBS新聞高知紅楊欣婆留聽聽一條報道